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万倩 因为一直都在进口面前嘛 所以长城需要自己保持一个特别好的状态 所以在休息的时候呢 也是希望能够有可以出去玩啊 然后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然后逢房间啊 然后带着孩子啊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吧 也可以再多接触一点生活 挑战大家一起都不要滑微博 当然如果这样的好的工作室应该会有很大的意见 所以可以挑战正能量一点 比如说吃一个月的健康餐嘛 或者坚持一段时间锻炼身体啊 就可能也不错了 因为每一场都是在不一样的城市嘛 然后每一个城市给我们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然后也是可能我自己最喜欢的 还是在西安的那一场 在西安唱了自己喜欢的歌 一个未了解的怪人 然后也跟黄铃合作了苍生 觉得原来自己也可以唱那么大气 那么有味道的歌 很开心 因为主要是那个城市呢 怎么说呢 是个碳水天堂 所以吃的也很快乐 对不对 它是挺不一样的 因为我是演员嘛 通常在镜头面前是需要表演 需要和自己的动作来配合 然后在闪亮的坐标里面 我们是讲演人 我们说什么叫讲演人 其实我们在描述一个故事 但是不是是会需要我们来表演 我们所饰演的一个这个人物 但主要还是会用身影和台词 让把观众带进那一段情境里面 也不能算跨界吧 算是小小的一个试探 小小的一个尝试 以后就看缘分吧 演员它就像年轮 我一直觉得你们是越老越有魅力的 当然有魅力的并不是她的年龄 而是她在 就是女人在生长了那么长时间以后 所积攒的乐力 那个是最让人觉得 最让我觉得有魅力的一点 反向送礼物是因为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那既然大家都希望能够为我过生日 那就让大家变得更高兴一点 那不是很好吗 那选择礼物的一个宗旨 大概还是奇葩好笑 但是虚威还有一点实用吧 盲盒应该不是我带过的吧 考古的话 对对对 考古盲盒应该不是我带过的 我也是看了其他的博主 他们就是 其他的博主 他们去分享自己考古盲盒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是属于跟风的 但是我的粉丝看到了我做的这个直播 然后了解到了 有考古盲盒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听说他们也买了 也纷纷进行了购买 然后我工作人员也把大家考古 就是考古出来的一些小玩意儿 然后给我看了 让我们却有点嫉妒 因为他们考出来的好得都很厉害 就是好像我的忙和手气没有那么好 跟我闺蜜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 游戏 但是下半年 可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可以让我去玩 对对对 下半年播一部戏吧 从不过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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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其实这个我们来跟我们玩 都要去玩